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要如何开胃吃得又清爽呢 现在餐饮市场的转型潮也慢慢出现 现在就有拉米业者呢 联合台湾在地的茶叶品牌 推出的是茶与鸡白汤拉面 另外也有业者把柚子杖 还有甜菜根做结合了 推出樱花柚子拉面 让爱吃拉面的偷客 在夏天炎热气节里面 可以呢吃的没有负担 汆烫三次熟成的黄细面 再加入猪油提商 台式拉面最重要的还有这一位 倒入农村鸡白汤 再丢入这次的灵魂主角 铁观音茶包 完美的将茶香的细腻 融入在汤底里 再搭配茶烧笋干等 一碗联名台湾茶叶品牌的 鸡白汤拉面清爽上市 我们是用五倍五退火的方式 慢慢的烘焙 让这个茶叶有细致的蜜味 这个茶汤加入以后 它会多了一个尾韵 然后那个色感也会让它说 整个融合起来 会比较达到一个完美的比例 不会让你吃得那么腻 不仅以茶入菜 还能亲自调配汤头 将含有满满麦芽香的 风味茶鸡汤 倒入汤底 呈现丰富的奶茶色泽 夏日炎炎来上一碗 炒刷嘴 还有这一碗也能让你清爽一下 清鸡汤混搭柚子风味酱 喝出微酸喷香的水果系汤体 还有这一道少不了的灵魂配角 至少将近三公分的鸡腿肉 飘出阵阵焦香 再将低温烹调的鸡胸肉 以及软嫩鸡蒸鸡肉丸做点缀 边于是拉面的叉烧 整碗都以全鸡下去搭配 再捞上一勺粉色系酱料 少女心瞬间喷发 这次的樱花柚子的话 我们用红橙菜根 然后去做一个染色 让汤底看起来有点粉嫩粉嫩的 对 那我们里面的柚子酱 会比较清爽 这个蛮受女性厨循喜欢的 因为它第一 它很清爽 那它也不会很浓郁 那它喝起来 整个口感是让你觉得很爽口的 台湾拉面多元化 不止面框框 出茶与鸡白糖拉面 鸡汤桑也以粉色系甜菜根 结合柚子风味 吃出夏日的轻盈感 还有盐流专门以海鲜为主的 盐席拉面 列者推陈出新 不止结合夏日风味 再将食材创意化 让拉面市场也能别有一番风味 记者黄越前荣台报道